2月4号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2例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1例 截至2月4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02例 含境外输入91例 治愈出院388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12例 均为境外输入 目前尚有8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身份下接下来关注一场特别的求婚 地点是在四川的一所医院 被求婚的女主角 是4个月之前被查出胃癌的女孩 女孩何静今年26岁 男主角谭周松今年25岁 她们相识10年 相恋近9年 当天病房里贴满了两个人的照片 挂满了气球 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一段视频 下酒好吗 合金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能念 你请留意到现在 大人烦恼 三千亿的三四天 可以成功了 哎呀 太感人了 这小河呢还挺调皮 说着不可以 但是呢 她手掌一打开 一枚戒指就戴上了她的无名纸 周围想起了亲朋好友 和医护人员的欢呼 这一幕真的是太温暖了 小河和小谭呢 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毕业之后约定到成都上大学 小谭是在成都理工大学学习体育 小河在四川音乐学院学习音乐 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们一起奋斗 计划着在成都买房 结婚生子 双方父母呢 也都见了面了 来谈女儿的儿女的婚事了 四个月之前 小河被查出胃肿瘤 小谭将求婚的计划提前 也希望给他鼓劲 这就是真爱啊 小河姑娘 你一定要加油啊 为了你的爱情 为了你的爱人 大学和计划